Hello 大家好 我是來自103中隊的Sunny Sir 當你在香港行山時 你會發現沿途有很多寫著你的位置的牌 後面都會跟著一串的英文和數字 到底它們是甚麼神秘密碼 而你又如何拆解這些密碼 令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哪裏呢? 之前幾集都說過如何幫助自己定位和找方向 但你如何把自己身處的位置告訴其他人呢? 那就要靠這些一點都不神秘的神秘密碼 夾網座標了 我們現在在香港用到行山地圖 都是用一種統一橫密卡托夾網 我們簡稱UTM Grid 你可以很簡單地想像得到 我們現在將整個球體的地球 投射它在一塊平面的地圖上面 然後再在上面畫一些橫線和直線 形成一個有格仔的網格 然後我們就把它們配以一個不同的格網區編號 可能這一部分就有少少太過濕入 那我就不詳細介紹了 純粹給你一個簡單的認知 就是香港位處於49Q和50Q的方格之內 然後在方格之內 我們就會再以兩個英文字母的組合編碼 以香港而言 我們就有KK、JK、HE和GE的英文組合編碼 然後旁邊的數字組合 就是一個更精細的格網數字座標了 但是接下來我會說一些比較實際上的形容 就是香港常見到的格網座標 通常都是一個六位數字的格網座標 當我們打開地圖的時候 會看到地圖的最上方會很清晰地寫出英文的格網編碼 然後在地圖上面你就會看到有很多藍色的線 上面就會寫著兩位數字的格網編碼 就例如在這幅地圖中 這個方格之間垂直的線 左邊是20 而右邊就是21 由20那條線到21那條線的直線距離就是1公里 而水平的線下面就是85 上面就是86 同樣地兩條線之間的距離都是1公里 所以這個格仔中的範圍 就是四位數字的格網座標 KK2085 你可以很簡單地看得到數字的前半部分 就是在代表著打橫水積線的座標 而後半部分的數字就是打直的水平線座標 有一個簡單的記法就是 橫碟橫碟先打橫後打碟 先打橫後打碟 我們先看橫水積線 然後再看打碟的水平線 那就沒有錯了 這個格仔就是一個1公里乘1公里的範圍 當我們想準確一點地告訴別人我們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給一個6位數字的格網座標給別人參考了 非常簡單地横 我們將這個格網的水平線和水平線都分為10等分 即是說這個網分為100格 並且是由0至9這樣表示 例如在地圖中 這一格就是KK20785的6位數字座標 這個就是代表一個100米乘100米的範圍 當我們得知這些格網座標 就可以很清晰地告訴別人 我們實際的位置和在哪裏 香港的郊野範圍內 其實有不同的設施和指示牌 都已經有這些格網座標的數字 讓你可以參考這一組格網座標 在地圖上找到你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很簡單地確認自己有沒有走錯路了 尤其是當你走到香港主要的山徑的時候 其實每一格100米就會有一支標 它處處留在那裏 即是大概每走7-8分鐘的距離 你就可以確認一次自己走的路 是否正確了 好了說了這麼久 讓我現在給大家一個小練習 我接下來會給大家一些格網座標 大家就在10秒之內 盡量去找出那個什麼格仔和座標 現在先來一個熱身 請問一下HE-0163 是在地圖上的左上角那格 右上角那格 左下方那格 還是右下方那格 沒錯 就是左下方那格 接著我們現在開始試試認真 這個實習 第一題 請問HE-021633 那個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一個涼亭來的 第二題 HE-010633 它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934米高的鳳凰山山頂觀景台 第三题,HG014-642,它是什么呢? 捕出了,它就是地堂仔的公尺 当你懂得透过利用甲网座标去找出来的位置 你就会发现其实在香港行山很难当失路 因为在香港的行山路径已经发展得非常迅速 也有很多方法帮你去做出定位 就算是求救也好 如果你可以给到一个准确的甲网座标给救援人员 他们其实可以很快地确认到这个位置 可以大大地减少到搜索和救援的时间 这一集就先说到这么多 下一集回来我就会说一下路线的规划和路程时间的计算 喜欢我们的制作 就记得留言、like和share 还要追踪我们的Facebook、IG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是来自103中队的Sunny Sir 我们下集影片再见,拜拜!